胜利的原因就是逼迫式打法 就是迟早在早晨准备下的 逼迫式打法 压出去打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有两个球领先 下半场放松状态 假意联赛 根本没有什么礼商往来 没有什么我们俩共联赛 能多打几个就打几个 大连队在开场之后 直接采用高位低抢 争下了球奖 徐辉随即送出的船中 被国安队队员破坏之后 14号配来 顺势完成了比赛的第一脚攻门 两分钟之后 大连队再次通过前场的争抢 获得了进攻机会 不过佩莱这次完成的远射 同样未能命中门框范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大连队持续地向国安队的防线 施加压力 这次是王涛获得球权之后 沿左侧带球途径 最后用一脚干净利落的世界波 帮助球队首开记录 大连队的战术打法 效果非常显著 领先之后的大连队 继续大打进攻 11号魏一鸣在右侧 接连摆脱了三名防守队员 随即趟过门将福宾之后 只可惜最后的攻门 被国安后卫在门线处完成了结尾 这次的操作 也是让国安主帅金智阳捏了一把汗 在顶住对手开场阶段的猛攻之后 客场作战的国安队 终于算是网过阵来 球队这次通过高举高打的战术 攻入一球 不过被吹罚了越位 随后6号李明 准确地将球转移至左侧 球队随即同样采用 携传的方式来寻找机会 皮球被解围之后 由魏一鸣形成了投球摆动 最后 徐晖完成的侧身抽射 被门将福宾侧呼化解 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 高峰开出的角球 帮助韩旭完成了投球破壳 国安队也是在被动之下 顽强地扳平了比分 不过场面依旧由大连队所控制 几分钟之后 斯文森利用经验 造成了国安队队员的防守犯规 李明随即将球搓向进去 斯文森完成的投球争顶 让门将福宾来不及做出不久 大连队在转瞬之间 便再次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随后 高峰在左侧吸引防守之后 被绊倒在地 但主裁判并未判给国安队 任意求机会 大连队直接通过长传的方式 展开了快速反击 最后 魏一鸣抢在门将福宾出击之前 将球端进了球门 大连队也带着两球的领先 走进了中场休息室 下半场一边在站 大连队在前场的攻势不紧 任意求进攻被解围之后 佩莱稍作调整 完成的远射又被形成了封堵 大连队又通过积极的逼抢 获得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李明随即的停球衔接 一气呵成 最后在禁区内的突破 也是造成了国安队门前 风声鹤唳 随后 国安队沿中路靠左的位置 组织进攻 而大连队的防守犯规 也是送给了对手 任意求机会 高峰随即完成的攻门 净出了门将韩文海一身冷汗 皮球最后擦着进门柱 飞出了底线 比赛临近尾声 国安队的阵型前压 也是让大连队获得了反击机会 魏一民接应直传 形成了单刀机会 只可惜最后的临门一脚 显得非常的有失水准 好在球队最后 还是以3比1的比分 拿下了比赛 字幕志愿者 欢迎讨讨讨议